Hello 大家平安吉祥 我是阿湯哥 湯仲慧老師 好 今天呢 我們要來介紹呢 就是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被福神眷顧的五大徵兆 五大徵兆 好 那看你有沒有上榜 好 那今天阿湯哥呢 要來跟大家講說 你的那個被福神呢 來眷顧的一個 你的身上 或者你的手面相呢 會出現一些徵兆 會讓你感覺到說 嗯 真的 你的人生越來越有福氣了 你的人生呢 也越來越可以逢兇化吉了 好 那我覺得逢兇化吉呢 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們難免都會遇到人生的一些坎 那有些人呢 會過得去那個坎 有些人卻過不去 那過不去呢 當然就真的就是很辛苦 或者是很後悔 好 總而言之呢 當我們的人生呢 你的命運要轉好了 代表什麼 你的福報也即將呢 獻錢具足 來幫助你呢 更蒸蒸日上 更逢兇化吉 更加的財庫財運 都滿滿滿滿 希望每一個人呢 你所累積的福德 到底呢 你的債 要還完了嗎 好 很多人呢 都會想說 啊 老師 我這一輩子 過得很辛苦耶 然後我到底什麼時候呢 才可以把我所欠的 不管是累次的債 還完了 還是有些人會欠什麼子女債啊 欠什麼感情債啊 到底呢 你欠了什麼債 我相信 每一個人的命 有所不同 所以每一個人的際遇 也會有所不同 好 無論如何 你現在呢 覺得你遇到什麼難關 或是你覺得你欠哪一個債比較多 好 那我們身上呢 我們出現了五個征兆呢 就象徵什麼 被福神眷顧了 你開始要轉運了 你開始呢 享受享福的人生呢 即將展開了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怎麼去判別呢 那當然呢 這個征兆呢 也必須要你細細的去觀察 也要呢 你細細的呢 去看一下你有沒有什麼很大的變化 好 那阿堂哥呢 今天就教你呢 要留意呢 這身上五個地方呢 那你就會發現說 是不是在往好的路前進 在往對的道路前進 這個很重要喔 那今天呢 你在看直播的朋友呢 阿堂哥希望你呢 可以準備一個鏡子 或是說你在鏡子 或是你的旁邊有鏡子呢 你待會呢 可以看直播 然後呢 順便照鏡子 看你呢 有沒有出現呢 你的臉相有什麼變化 或你的手相呢 有什麼變化呢 真的 你就是被福神眷顧了 你知道其實人呢 當你呢 業力 慢慢的 感覺比較 還清了 比較輕鬆的時候呢 真的喔 財運 也會跟著來 人呢 也會變得很春風滿面 這個就是你的福氣即將展開了 有時候呢 福氣跟財呢 財氣呢 是相符相成的 如果你有財 你會賺錢 可是你無福銷售 也是沒有用 所以呢 很多人問我說老師 到底呢 有財運比較重要 還是有福運比較重要 那我個人認為呢 其實有福運 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有福氣 有福氣的人 自然什麼都不缺 或許你不是很有錢 但你也不會缺錢 那你有福氣 至少你的健康 比較沒有煩惱 你有福氣 至少你的家人 也不會帶給你太多的干擾 那如果你有福氣呢 我覺得有福氣的人呢 就是受用剛好 既會賺錢 也既會享受 對不對 那如果很多人呢 他有這個福報賺錢 但是無福氣呢 無福銷售 可能福氣呢 累積不足 可能他這一輩子當中 可能 賺了錢 可能當手財奴 或賺了錢呢 一輩子可能都在幫別人扛 幫別人還 感覺他這一輩子呢 經過他手上的財富呢 有很多 但是就是留不住 好 那無論你是哪一種呢 我們今天都要把自己呢 變成是一個有福氣的人 那有福氣的人呢 一定什麼 有智慧 智慧呢 一定會比別人來得更深 因為有福氣的人 他就是一種福報的象徵 福報 能不能夠去享用他 然後用有智慧的方式去享用他 這是最重要的 那剛剛講過 有些人很會賺錢 但是呢 他沒有這個 他有福報賺錢 但他沒有福氣去享受 或是去運用他的金錢 很多人會賺錢 他不懂得怎麼用嘛 剛剛講的守財奴 或者是呢 賺到的錢呢 就拿去 可能有些人賭博 就很可惜 所以呢 我們要做一個 有福報 又有福氣的人 所以呢 今天我們來看呢 福神 有沒有來眷顧你 很重要喔 好來 今天呢 跟大家講喔 如果當你呢 你的人生 開始懂得轉念了 開始要有福氣了 那我們從面向當中呢 要看 先天的福分呢 當然就是先從額頭看 額頭看 額頭看 額頭可以看出一個先天人的一個福分 但是呢 額頭雖然是看先天福分 好我們先講一個很基本的面向觀念好不好 好基本的面向觀念就是說呢 我們的人的臉 你看臉 臉呢 一般有分三庭 面向有三庭 好有分上庭 中庭跟下庭 好那我先跟大家簡單講就是說 上庭呢就是我們的這個髮際線 好這個髮際線 到我的眉毛 上圓這個位置 這叫額頭嘛 額頭叫天庭 好很多人說啊你的額頭啊 天庭飽滿有沒有 好這叫額頭 好也叫上庭 那上庭呢通常組的就是我們的 好年少的運氣 那中庭呢就是眉毛 好一直到我的鼻頭 這個位置叫中庭 好中庭 下庭呢就是從鼻頭的下面這邊 一直到你的下巴 這個位置 好叫下庭 好所以你有上中下 好三庭 好那 呃其實我之前在呃 節目上呢 其實都有 如果你有看過我講面向的朋友呢 你應該都會知道 好但是呢今天我再把重點 好再複習一次 面向的三庭 來再複習一下喔 這個從你的額頭上面這個 髮際線開始 一直到你的眉毛的上圓 這個地方叫上庭 然後從你的眉毛到中間 這個鼻頭這個位置 叫中庭 鼻頭到下面這個位下巴的位置叫中庭 好那面向的三庭呢 就是代表什麼 上面代表你的出生先天的運 代表你的青少年的運 那中庭就是中年的運 然後下庭就是晚年的運 好那通常喔 我們要怎麼去量這個三庭呢 是不是平均的齁 首先呢 請你拿出你的手指頭來量齁 好我以我的面向來舉例齁 好那我的面向你看齁 我的這個上庭呢 你就拿量看 我大概有 四根手指頭 有沒有 四根手指頭 有看到嗎 大概有四根手指頭 好 然後呢 你要用你自己的手去量齁 你不可以拿 手很細的 或手很胖的 去量你的臉 那不準 你要用你自己的手指頭齁 例如說我這樣量 欸有四根 然後呢 我再量我中庭 看一下 好大概也是四根 好 然後我的鼻子到我的下巴 好 也是四根 OK 好如果你的三 像我的三庭 就是比較均等 好比較平均 好 那 感謝 感謝我的父母 哈哈哈哈 好 如果你的上庭呢 比較短 好例如說有些人上庭是 三根 手指頭 好 那通常呢 男生 男生的額頭呢 最起碼要到三根半到四根 好 那四根是最好的 好 或是 呃 不可以 不可以超 不可以只有三根以內 男生 那女生呢 通常就是三根 是標準的 好 那如果三根半到四根 的這種寬度的話呢 就是太高了 好 那當然有些人的額頭呢 如果他是先天的 不是 呃 因為年紀比較長了 然後可能 髮際線往後 如果他先天髮際線 就是阿哥頭的話呢 那當然就 就是 就 不在此線了 那你就量到這邊來 就不算了 好 那你就看你的這個三庭 那這一個呢 呃 代表就是說女生 額頭通常是 三根 到三根半 是最標準的 那男生如果是三根 或三根以內呢 就太窄了 好不好 好 那這個中年 你就可以先看 之後我會講細項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是 被扶神眷顧的五大征召 但是我要先從面向三庭的 基本的 基本的論述先讓你了解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如果你就看你的三庭 如果哪一個庭 比較高 比較寬 好 代表說你在那一個區間 比較會是你人生的精華 比較是你人生走大運的時刻 好 假設你的面向 好假設你的面向是 額頭到眉毛的上庭很寬 但是中庭開始呢 就很窄 代表什麼 可能小時寥寥 大未必加 好 或者是剛好你的命盤呢 欸 年少的運走得很好 但剛好你的中庭走得不好 然後你的八字的中 走到你年 呃 就是說中年的運 也走得不好的時候 代表什麼 你的中年呢 特別容易遇到一些障礙跟轉折 然後很大的變動 好 所以我們從面向配合八字 其實看面向就可以看得很準確了 但如果你要配合八字的話呢 當然就會更立竿建議 好 所以當然看八字加面向呢 好 你就可以相輔相成 但是從面向呢 就可以略知一二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常講喔 相由行神 所以我們剛講 被福神眷顧的五大面向呢 就是 我們的運 我們的內心的 這種思維 或是你的運呢 它會反映在你的面向跟手向裡面 所以待會呢 征兆會告訴你 好 那如果你的上庭高 中庭開始廣掉 上面 早期發展很好 那中年過後呢 就會佈入了很多的障礙 好 那如果你的這個中庭啊 對不起 你的上庭呢 比較窄 可是你的中庭開始呢 就很寬 一直到下庭 那我會恭喜你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到實感者 人呢 不可以小時了了大未必加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狀態就是 年少 多吃苦 中年呢 開始來拼 來收成 來晚年 來享福 是最好的 好不好 OK 面向山庭呢 而後有機會呢 再跟大家教學 但是呢 今天要跟你講的 先了解這山庭之後呢 你從這山庭當中 去了解我們人生的一個 命運的變化跟機運 你能不能掌握到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看這個被俘神 眷顧的五大面向裡面呢 你先了解山庭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你的上庭 我們要看哈 一個人呢 有沒有先天的福德 就看哪裡呢 就是你的先天的福報 是不是帶著滿滿滿 是不是帶著讚讚讚 好 那就是呢 你看你的這個上庭當中呢 我們要看眉毛 我們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做 天昌地庫 我們今天要講 被俘神眷顧的五大面向呢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看你的天昌地庫 昌是什麼呢 昌就是倉庫的昌 那昌 天昌呢 代表你先天 所帶下來的福德 累積的資糧 有沒有進入到你的天昌裡面 天昌就是你與生俱來的福氣 好 那天昌在哪邊呢 天昌呢 就在我們的眉毛 這是眉毛嗎 很明顯嗎 眉毛 眉毛的這個上緣 這個地方 好 來看一下喔 這地方 好 兩眉這個地方 這地方 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我筆畫的位置嗎 好 還有這裡 好 這個地方呢 叫做天昌 天昌 好 如果先天比較飽滿的 好 例如說 呃 有些人說老師 那有些人如果梅林谷很土出的人 算不算天昌飽滿 不一定 好 這裡要看你的這個 額頭的飽滿的狀態 好 就是你的上天飽滿的狀態 有一些人呢 這一個地方是凹進去的 或是有受過傷的 代表什麼 會影響他先天的福分 好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呢 是比較飽滿有肉的 摸起來有彈性的 好 代表什麼 代表他先天呢 所帶下來的這種福德 好 或者福報的資糧呢 是比一般人來得多 好 舉個例來說 假設呢 你的家裡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好 或者是你在生小孩的時候呢 假設你今天生了小孩 然後你的小孩呢 哇這個地方 天生就是很有肉 然後也 碰陪碰陪 就是碰碰的 代表什麼 這個孩子帶下來的先天的福分 比較多 所以你生出這個小孩的時候呢 他也會 帶給什麼 父母 可能帶財 可能帶房子 可能帶給你的工作上的好運氣 所以有一些孩子呢 他是 會帶 自帶 這個糧倉 進來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啊老師 生小孩 好不好 怕我養不起 其實 在傳統當中 命理當中呢 都有說過 孩子呢 是自帶糧草的 這句話是真的啦 因為其實 每一個人他帶下來的呢 有他自己的福德 跟他的業力 只是 依照他自己累世所修 每一個人不同 如果這個孩子 他 天生下來要受苦的 那也 他 必須他自己要去修的 但是你要給他什麼 好的教育 你給他好的教育 就是你給他好的福德 或許你家裡的經濟狀況 不是這麼的優渥 不是這麼的觀慾 但是你給孩子好的觀念 給他好 他就是先天也帶來一個福德 但他後天努力 好 因為你給他 你為人父母 教育子女 你給他很優秀的一個環境 好正確的觀念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福報 也並不是說 一定要出生在有錢的家庭 才叫福報 就我剛剛講的嘛 如果你今天出生在有錢的家庭 但是呢 你有福 但你無福 你有這個財 但是你無福銷售 例如說父母太寵溺小孩 結果長大之後呢 變成一個 寶貝仔仔 或是到處惹是生非的 你會不會很煩惱 會 超煩惱 好總而言之呢 你要記得 如果你這個面向啊 這個地方 如果他先天就飽滿的 代表他天仓 天生的福德是夠的 那如果 如果他不是飽滿的 可是你發現說 好像最近呢 你沒有特別做什麼 可是這個地方呢 自然有沒有 眉毛的整個眉毛 或是整個眉毛的上緣呢 發亮 bling bling的亮 有沒有 有一些人這個地方啊 亮晶晶的有沒有 那如果你這個地方呢 哎 近期呢 開始發亮 代表就是說 你累積的福德呢 開始呢 這個已經發芽了 然後他要成熟了 你的福德福報具足了 所以這個地方 一直在發亮的人 可是他連貫這一整個地方 在發亮的人 代表說 他做任何的決定 或做任何的事 他會比別人多的 機緣巧遇 而且呢 也比較容易 有好很多的助緣 或是說 他有很多的機會 然後這些福德 這些機會呢 都是不求自得的 所以我們 被福神眷顧呢 我們要有福可享 受用剛好 從面相來看的話 就是看我們的 這個天仓 就是眉毛上緣 要飽滿 或是發亮 或是你的這個地庫呢 要飽滿 或者要發亮 不要有一些 什麼不好的 像有痣啊 如果有痣 長在這個地方 它就破壞掉了 那你就要把這個痣點掉 或者說這邊有一些疤 那你就藉由一些醫美的方式 或是 就是把它雷射 看看可不可以把它弄掉 弄淡化一點 都可以 所以我們要被福神眷顧的 第一個呢 先看天仓地庫 只要這邊 眉毛上緣的天仓 跟嘴角 下緣這兩側 有發亮 或是充滿有彈性的肉 肌肉 哇 那恭喜你 代表就是說 你真的 很多事情不求自得 你比別人多了一分的運氣 多了一分的福德 然後呢 運氣轉好的現象 這樣聽懂了嗎 好 第一個呢 就是天仓地庫 第二個呢 就看慈眉散目 好 那什麼叫慈眉散目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慈眉散目呢 就是一個好人代表 對不對 好人好事的代表 沒錯 因為呢 你好 你做人好 你的心好 你自然呢 就會慈眉散目 好 那慈眉散目呢 怎麼看呢 來慈眉 就是先看眉毛 通常呢 你的運氣開始要轉好 你的人生要開始想通的時候呢 你的 你會發現你的眉毛啊 不管你的眉毛是濃還是淡 總會有眉毛吧 但如果你真的先天沒有眉毛的 我真的就 就就沒有辦法 但是呢 好 眉毛 先教大家 眉毛在面相學很重要 如果你發現你的眉毛呢 你的眉毛開始都是這樣順的長 好 什麼叫順長呢 就是你的這個眉毛有沒有 都是這樣很順的 好 然後就是由前往後這樣順長的 好 然後你會發現它越來越順 代表說呢 這樣你的心性 你的情緒會越來越穩定 但你看有些人脾氣很不好呢 他的眉毛會比較亂 有時候可能前面一兩根會逆生長的 有沒有 但現在呢很流行什麼彩妝啊 要畫什麼 畫野生眉有沒有 野生眉就是這樣子有沒有 這個眉毛要這樣豎起來的畫法 有沒有 豎起來的畫法 感覺很時尚 當然 眉毛呢 對於彩妝來講 每一個 時間點流行的不一樣 像早期呢 可能二三十年前 可能流行什麼 很細的流液眉 眉毛越細越好 那前陣子呢 又流行什麼 韓式平眉 眉毛每個人都很平 很濃 像蠟皮小新一樣 很濃很彎或是很平 都有流行過 然後現在又流行什麼 野生眉 就是要往上這樣翹起來的 總而言之 化妝的我們都先不管 但是如果你會發現說 你開始 你整個人的心性呢 調整得很好 然後你的眉毛呢 會順長 好 就是由前往後這樣順長 你的眉毛越順 代表呢 你越容易想開 然後呢 你開始呢 智慧會增長 好 這叫慈眉 然後另外呢 你會發現有些人的眉毛呢 開始呢 會突然有一兩根 變得很長有沒有 然後呢 會有一兩根突然很長的 哇 那一種呢 也是一種你智慧增長的跡象 代表什麼 或許你的人生 經歷了許多的風風雨雨 但是呢 可能因為這些風風雨雨呢 你的這些障礙呢 增加了你的智慧 所以呢 你的眉毛產生了一些變化 好 就是眉毛可能突然 欸 變得有一兩根很長 那 那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代表就是說 真的 不管你的年紀多大 代表你開始想通了 你開始呢 懂得順勢而為 好 那有一些人呢 很喜歡逆天而行 好 什麼叫逆天而行呢 就是搞叛逆 好 所以搞叛逆的人 或是一直常常就是不信邪啊 一定要反抗的啊 當然你的命運呢 一定會比較多的挑戰嘛 那當你懂得去順勢而為 順勢而為不代表說認命 而是說你在每一個當下 每一個狀況 你都是可以接受 然後接受這個狀況呢 一一的去融合 互相的共生共存 這代表什麼 順勢而為 好 所以當你懂得順勢而為的時候呢 你的眉毛呢 就開始會有這種順長 甚至有一兩根 變得比較長 你有嗎 有的朋友幫我留言 有哦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 都會 之前就問我說 老師我的眉毛呢 有一兩根特別長耶 怎麼辦 我要把它拔掉嗎 嗯 還是要把它剪掉呢 好 如果你的眉毛有一兩根比較長 如果你有感覺到很困擾 你可以稍微呢 用小剪刀把它修掉 但是你不要拔掉 好不好 因為它就是一個智慧的增長 其實是很好的 那你說把它修短會不會造成 是不是福氣不見了 也不會 但是你不要拔掉 你可以修剪 好 因為代表什麼 它還是會再長出來的 這樣了解嗎 好 大家持續呢 留言福報滿滿 給阿湯哥也給你自己 我們今天在線上呢 共同留言來許願 好 那這個就是慈眉 好 那什麼叫善目呢 很簡單 當你的心性起了變化之後 眼睛啊 眼睛啊 眼睛是靈魂之瘡 你的心地好 從你的眼神 也會看出來你的心好 你的心地不好 也會從你的眼神 看得出來你的心不好 好 這個是 那如果你今天看面相 看到一個很懂得去洞察人性的時候 那你從你的眼睛 眼睛是會說話的 好 那你的眼睛也代表 每個人眼睛都是靈魂之瘡 它跟你的這種靈體的展現 也是有關係 所以當你有慈眉 善目 善目是什麼呢 善目就是說 你的眼睛 你的眼神 是溫柔當中帶著堅定感 你這樣了解嗎 很多人的眼神 可能是看起來人很好 很溫柔 但是他的眼睛很空洞 那就不是善目了 那叫什麼 你可能會爛好人 你真的很好喔 很好講話 但是呢 你很容易被騙 好不好 那個就不一樣了 但是呢 如果你的眼睛 眼神看起來很溫和 但是呢 看東西很堅定 然後呢 你的眼光 有焦距 有距在一起 眼睛眼神有距 代表你心地好 你是善良的人 可是你很有智慧 好 所以我們要當一個 慈眉善目的人呢 我們可以從什麼 平常當中 你的心改變了 你的眼神 眉毛 一定會改變 好不好 所以這也是被 服神眷顧的第二個征兆 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就是看什麼 看你的下巴 看下庭的位置 來你看喔 我們的上庭看天昌 有沒有 中庭看慈眉善目 下庭看的是什麼 看我們的天昌跟地庫 好還有看什麼呢 看我們的下巴 其實呢 有一些人呢 先天呢 有雙下巴 或是有一些人是後天出現雙下巴 好那 有雙下巴的人呢 不一定是 體型很胖的 好 就是說也不一定是長很多肉的 才會有雙下巴 有一些人的臉型呢 天生就有雙下巴 像我 好就有一點點的雙下巴 你稍微往下這樣子 就一點點跑出來 那沒有很 沒有很明顯 但是還算有啦 那有一些人是 這個地方 好他會有帶一點雙下巴的感覺 好那如果 你自己也有 好那我就是恭喜你了 好那雙下巴 有雙下巴呢 微微的雙下巴 好不管怎麼樣 它代表就是什麼 機會不斷 好意思就是說呢 你今天你想要工作 你想要做事情 好anyway 你只要這個雙下巴 它呢都會讓你在無形當中 只要你保持一個努力的心 然後行動力 代表你的機會 好 源源不絕 好代表就是雙下巴呢 帶給你的一種加持 好因為這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助緣 代表呢你一直都會有機會 好所以這個是雙下巴 如果你有的話 那阿湯哥呢要恭喜你 好不好 好那什麼樣的雙下巴呢 是最好的 好就是說他這個人已經 修到一種 讓你覺得說 跟著他 好你就會覺得好像那個磁場 特別的好 好教大家怎麼看 如果你自己呢 假設有這個雙下巴 如果你的臉型 好可能你的年紀越大 越長 但是你的臉型呢 欸好像突然有感覺 比較修長一點點 好 當然你說我們的骨頭 當然就不可能再變了 好但是呢我們的面相 的可能因為肌肉的一些變化啊 什麼等等的 自然而然呢 好像有一些人的臉呢 到了晚年 或到了中年過後 他的臉型產生變化 但是我們先講喔 就是 不是在做什麼 呃 醫學美容的情況下 自然而然 他的臉型產生的變化 好假設你的臉 開始有好像有變長了一點點 好然後呢 雙下巴依然存在 那我就要更恭喜你 因為這更加分 代表什麼 因為呢 一般我們講喔 臉變得比較修長 代表你的五行屬目的能量增長 目代表就是一種 呃 就是一種詞 一種愛 好然後你的雙下巴 又開始有的話 代表什麼 你這一生當中 表示你的 人生 已經越修 越接近喔 就是 智慧也好 比較通達 你的所修的圓滿 也 所修也越來越圓滿 的意思喔 所以呢 如果你的臉型 假設你看一個 呃 年紀大的 老人家 或許他天生 就是臉型比較長 可是他臉型長 到晚年出現雙下巴 那也是 一樣的 好 有加分 這樣理解嗎 所以 呃 基本上你的臉 如果是比較長一點的 然後雙下巴出來的話 那就會變成什麼 有些人在面相學來講 叫 鵝蛋臉 鵝蛋臉呢 是一個 鵝蛋 你有沒有看過鵝蛋 鵝蛋就是比較長 然後這邊又有點圓潤 那又不失他的長型臉 這樣可以理解喔 所以呢 如果有雙下巴的人呢 欸 真的如果有人笑你 或是你覺得自己看不順眼呢 你真的不要介意 你要覺得很開心喔 我有一個嗯 很有福氣的雙下巴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有雙下巴 臉型有越來越拉長的趨勢 趨向 那就恭喜你了 好 那你看喔 你看喔 我常常呢 把我頭髮呢 梳得比較高一點點 代表什麼 其實從 外在或拍照的視覺呢 你就會發現臉也會慢慢的 好像有點拉長的效果 其實這個也是 一個小小的技巧 那如果你本身呢 臉比較圓的 那你的頭髮呢 就可以把它弄得比較 高一點點 但我的臉呢 本身就是比較偏 也沒有到長啦 就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就是 沒有到很長 但是是屬於比較長 長型的一點點 但沒有到很長 好然後呢 你的頭髮再弄稍微高一點有沒有 就看起來就更加的長 哈哈 馬不知臉長 沒有啦 好所以呢 你當然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造型 也會從你的面相給人家的感覺呢 也會有一點變化 好 那這個就是第三個 就是你要有雙下巴 或是你的臉 有到老呢 有比較長的跡象 第四個呢 阿湯哥呢 要給大家看呢 你的首相 好不好 我們臉相有三個徵兆 那首相呢 首相是長中乾坤 所以首相呢 也會有一些現象呢 會出現 好 我先把我的這個 先準備好 來 我先看一下 假設你的首相呢 有出現一些變化呢 也會有這個 掌握到福氣 掌握到福報的一種跡象 好 那首相要出現什麼呢 剛剛前面三個講面相對不對 那首相呢 如果剩下的最後兩個呢 你的首相如果有出現這個徵兆呢 阿湯哥呢 也要給你好 很恭喜 恭喜你好不好 好 那首相我們要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會出現這個福報滿滿的象征 來 我先跟大家講 通常呢 手相的話呢 要看呢 看你是左手還是右手 一般我們先天來講 就是男左女右 先天來講是男左女右 那先天跟後天呢 是以35歲為基準 好 男生35歲之前看左手 女生35歲之前看右手 好 這叫男左女右 代表先天 那如果呢 你是35歲之後 35歲之後 男生呢 就要開始看右手的運 那女生35歲之後呢 也是開始要看左手的運 就要反過來看 好 代表就是你走後天的運 好 那這是我們首相的圖 好 那其實首相呢 我們一般我們的論法是這樣看 但是呢 也有一派的說法 就是說呢 今天你的手 雙手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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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握起來之後呢 你看大拇指 如果你的大拇指 壓在上面的那一個 就代表是先天 壓在下面那個叫後天 這是另外一個學派的看法 但是呢 阿湯哥的看法呢 是看35歲之前 以35歲為分際 男左女右 好不好 你要先了解這個觀念 好 那你的被浮神眷顧呢 你的首相呢 開始出現呢 有這個紋路的話呢 你就真的要開心了 什麼紋路呢 來我現在畫給大家看 來我換一個顏色的筆 好我們先看喔 一般我們的首相呢 來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好 有發現嗎 我的手 我的這個 藍色的這個線 畫了一個藍色的線呢 在無名指的下方 好這個線呢 叫做太陽線 好 如果你的手 下 就是你的十 無名指 無名指呢 的下方 有一條直直的線 叫太陽線 那太陽線呢 如果你的太陽線呢 開始呢 長得比較長 或是你先天有太陽線 也代表你先天 有這個人際關係好運氣 有貴人的好運氣 那如果你發現你的太陽線呢 越來越長 越來越明顯 哇賽 那代表什麼 你的這個人脈通錢脈 你的貴人的福氣 展開的很多 也代表說你的人氣 很滿 福報很滿 代表你的這個所修 可能跟人際關係的應對 會越來越好 就看你的太陽線 那太陽線呢 越長 越好 代表你的交際手腕啊 或是你的這個 人際關係啊 越來越好 好這是藍色的部分 叫太陽線 什麼叫太陽線呢 太陽線就是太陽 太陽就是我們天上那個太陽 好不好 好那太陽線呢 通常有一條的 好那也有什麼 也有人會有兩條的 好給大家看一下 有些人的太陽線呢 有兩條 兩條太陽線呢 代表名利雙收線 如果你有兩條太陽線 那更加分 Oh my god 那真的太好了 好不好 如果你有一條 就很棒了 好不好 不棒 那如果你有兩條 那就是超級棒 好棒棒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兩條太陽線呢 代表名利雙收線 代表你可以人脈通錢脈 恭喜你 恭喜你 好這是太陽線 好那太陽線呢 你說老師 它出現的一定是在 無名指的下方嗎 好基本上呢 太陽線 它出現的就是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只要是在小指頭 好 就是說 只要是我畫了這個 四條藍色的線 只要是在這個區間 裡面出現的 我們都可以稱作 它有太陽線 好不好 所以 你不管是左手還是右手 有出現的 我都要恭喜你 那如果男生是左手出現的 代表什麼 你先天有這個福分 但是你右手 你超過35歲了 但是你右手沒有 代表你後天呢 好 可能你沒有 掌握好你的人際關係 或貴人關係 所以你到後天 你會發現你的住緣 越來越少 以此類推 那女生的話 就看右手 如果你的右手先天有 代表你先天很好 那你左手後天也有 那就是越來越好 好 這樣有聽懂嗎 好 這就是太陽線 那太陽線呢 你可以觀察 如果你一開始太陽線 藍色這個條叫太陽線 如果你太陽線呢 本來沒有這麼長的 可是呢 越來越長 那真的恭喜你了 真的代表你的所修呢 有在進步 有在增長 尤其呢 在這個人際關係方面呢 真的是好棒棒 那你的冤心債主呢 也越來越少 哈哈哈哈 就是至少你懂得廣結善緣 因為這是廣結善緣的線 了解嗎 好 那有些人說 有兩條 可是旁邊也有細細的兩條 都算嗎 算 只要在 我剛剛講 只要在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 中指的那個指縫 到無名指的指縫 這當中出現的區間 我們都可以稱作是 太陽線 有聽過嗎 有看到嗎 不是聽過 有看到嗎 有齁 好 這個呢 就是太陽線所展現的 還有另外一個呢 太陽線如果越來越長 或是它旁邊呢 多了好幾條出來 都是有幫助 有加分的 阿湯哥要恭喜你 真的有夠讚耶 超讚超讚的 好不好 好 那這是第四個 你的太陽線有增長 那第五個呢 你被福神眷顧的第五個呢 來阿湯哥先來畫給你看 畫給你看 不是畫給你看 畫給你看 好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呢 如果你的首相呢 有出現一個這個 黃色的有沒有 黃色的有沒有看到 它會長在你的感情線跟智慧線 來給大家看一下 來我忘記跟大家介紹這個三條主線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這個地方 手指手掌的這個地方有沒有 在你的虎口這個地方叫做生命線 然後呢 這個指紋的這個中間地方叫做智慧線 最上面這一條叫做感情線 好 一般我們的首相呢 這叫三條主線 那我有機會再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今天時間的關係先不介紹 那我們今天只介紹呢 出現的征兆 好 那如果呢 你的這個感情線跟智慧線中間 如果有出現這個十字文 好 這個十字文呢 在首相來講呢 好 就黃色的這個地方 如果你有出現這個十字文呢 代表什麼 代表神秘的十字文 這個十字文呢 代表你跟宗教有一點緣分 跟你的心靈方面有一點緣分 好 那這個神秘的十字文呢 也代表 如果你以前沒有 或者是你以前有 然後現在也有 或是你現在突然看到了 他有出現的話 那我也要恭喜你 代表就是說呢 你對於這種因果的觀念 你的人生的思想當中 你很重視因果 好 那你也知道這個世間上的因果不虛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只是不是不報 但時候未到 所以呢 這個有這種神秘十字文的人呢 通常都是跟宗教 會有點緣分 第一個 或者呢 他很相信因果關係 那會相信因果的人呢 我覺得他 本身就是一個懂感恩 好 然後 比較 會 知道這種 天地善惡的這種良知 所以呢 這個有神秘十字文的人呢 好 例如說他 尤其呢 他在累積 好 不管有形的福報是 例如說做善事啊 這種的你去做 好 每一個人都要做啦 但是呢 有神秘十字文的人呢 特別累積在無形的福報呢 會很快 好 什麼意思 有些人可能會去 呃 可能發心 發怨 可能吃災 念佛 等等的 好 那這種的話呢 哇 那就恭喜你 你有這個神秘的十字文 你本身你很願意去做 然後你去做的話呢 他的累積就會很快很快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十字文呢 阿湯哥要恭喜你 那這個十字文呢 只要是長在哪裡呢 長在這個上面那條感情線 跟中間的智慧線的中間 有一個十字文 真的要恭喜你耶 哇賽 代表你的福報 加加加 代表增加增加 上漲上漲 有沒有很開心 真的很替你開心 這個有十字文的人呢 我覺得是很棒的 如果你現在遇到一些困難 或是遇到一些障礙 但是你有這個十字文的 紋路的人呢 其實呢 你只要懂得轉念 懂得去累積福德呢 你會發現逢凶化吉的比例 會比別人高很多 非常的多 所以呢 如果你有這個神秘的十字文呢 阿湯哥要恭喜你 好 所以你的首相呢 第一個你有出現藍色的這個區塊 假設這個地方有指紋的太陽線 你有不管有一條 或是數條 好幾條 或是說你的這個太陽線呢 已經超過了感情線 太陽線越長呢 長過這個感情線是越加 就是越好越加分的 好那你的這個感情線跟智慧線中間 又出現一個神秘的十字文呢 真的喔 你就好像一隻 非常非常有後勁的 或是你本身就是一隻基優股 好 這個股票呢 很優質 好 體質很好 好不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首相當中呢 有兩個呢 你有出現 或是說他越來越明顯 或是他有越來越增加 越來越增長 都是要恭喜你 這個就是福報滿滿 福神眷顧 就是升級plus的意思 好 那另外呢 再跟大家快速的講解 被財神眷顧的五大征兆 請問你中了幾個 好 第一個呢 就是看你的天仓地庫 有沒有飽滿或發亮 第二個呢 你有沒有持眉散目 你的眉毛呢 有沒有開始是順長的 由前往後順著長 沒有逆生長的 那或者是你的眉毛呢 有出現一兩根很長的 智慧眉 這種也是 代表福報增長 還有你的眼神 有沒有開始變得柔和了呢 但柔和當中呢 又不失堅定 這叫持眉散目 那第三個呢 就是你的這個下巴 有沒有出現雙下巴呢 或者是你的臉型呢 有沒有越來越長 當然不會跟馬一樣長 只是說你的眉毛 或是你的臉型本來就比較長 但是你又出現了雙下巴 那也是很加分 就是長型臉加上雙下巴 或是雙下巴本身有 那就OK了 只是長型臉就是plus等級的 好 那第四個呢 就是太陽線有沒有增長 有沒有長 有沒有變得更多條 那第五個呢 就是你的首相 有沒有出現神秘的十字文 OK 好 如果你有這五個 被扶神眷顧的五大征兆的朋友呢 阿湯哥呢 會非常強烈的建議你 你要多持續性的行善不思 不要中斷 因為你現在所做的累積 都是非常真真實實 扎扎實實的累積下來 然後你有出現這五個征兆 其中 你有出現兩個 就代表就是說你開始要轉好了 五個都有的 表示你正轉好 也走在好的道路上 所以五個中兩個 真的就很夠了啦 好不好 那有一個我們在努力 代表你已經掌握到門票了 有兩個 代表說你已經拿到門票 走入門口裡面了 有三個 你已經 就是找到位子了 有三個以上呢 恭喜你了 你已經找到位子也做定位了 好 那今天的直播呢 先到這邊 祝福大家 感謝大家 拜拜